好,我们看这道类题,类题一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deep liar?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deep liar?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deep liar? 以下哪一项深层的,关于谁啊? 骨质机在图片当中 这个叫什么?给你一个这样的图 A呢叫recour famous,B是vist or middle,C是vist or intermedial,D是vist or lateral 谁是深层的关于骨质机?图片中画出的是什么? 对,这个发红的就是骨质机 这就是图片整个就是骨四头几组 但是它突出显示的是骨质机 那问谁是骨质机深层的呢? 应该是ABCD是谁啊? 这个就是我们一会要说的另一个肌肉啊 特别容易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骨中间机混淆 A呢叫做骨质机,B叫做骨内侧机 C叫做骨中间机,D叫做骨外侧机 好,大家看一看这个区别啊 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只是有medium 一个除了medium之外还有一个inter 看到没有? 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啊 你不能只看到medium medium代表内侧是它 在这儿这个内侧的叫骨内侧 而加上intermedium这个才叫中间 这个才是我们骨质机里面的那条肌肉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清楚啊 这个是骨内侧机和骨中间机最大的一个问题 经常有同学把这搞混 这两个分不清谁对谁 内侧只是内侧 中间机除了内侧呢 还靠深里面有inter 比内侧还内侧的 这个才叫中间 就是完全把它盖在里面了 你从直观上看不到的这个肌肉 好 另一条 叫做 which intermediates can perform which action 骨中间机能够执行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a呢 叫做extension of knee b是extension of elbow c是flexion of knee d是flexion of the hammer 应该是哪一个 extension of the knee 骨中间机执行什么动作 a 身膝动作 b 伸肘 c 屈膝 d 屈什么呀 屈 公骨 屈公骨就是去哪 屈公骨就是我们的屈胳膊肩关节 一说屈公骨就是肩关节 屈肘就是肘关节 这是屈肘 屈肩屈肘 就是举手的这个动作 屈肩屈肘 如果伸手 这个就是指指屈肩 好 那么首先要排除的就是这两个 abril或者hume 因为我们这一提到这个骨 中间肌就在大腿上 所以这两个上肢的根本就不考虑 那么最后第三个c选项是屈膝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屈膝 只有我们大腿后面的 郭生肌肌组 还有我们小腿的这个 刚才说的小腿三斗肌 他们负责屈膝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肥肠肌 他做屈膝动作 那么我们大腿前面的肌肉 主要做伸膝动作 伸展膝盖 把腿打直 这个就是extension of the knee 刚才这个没有写正确答案 在这儿 好 我们看例题三 Superficial muscle to the western intermediate 关于一个骨中间肌 什么是superficial muscle 最前表的肌肉 最前表的肌肉 也就是骨中间肌最前表肌肉是谁 A 叫做patineus B Record femurs C Vistore laterals D Vistore mediums 好 我们看看应该是谁 应该是 B 骨质肌 骨质肌 A是什么肌 还记得了 持骨肌 A是持骨肌 B是骨质肌 C是骨外侧 D是骨内侧 我们看看这几个 持骨肌在上面 不管它了 骨质肌 是这个 骨质肌 是它 它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骨中间肌的最前表 它上层 正好把它压住 外面是骨外侧 那边是骨内侧 大家注意 这个骨内侧肌 可不是我们这个骨中间肌的前表层 你别看它只少了一个inter 它跟它关系不大 它跟它关系不大 和它直属关系的就是骨质肌 这点一定要把概念搞清楚 千万别混淆了 好 例题四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 as a shortened when the knee as extension A叫做 Tibian enteral B C Membrose C Gas Treminous D Vestal Interminous 这道题问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哪一项 以下哪一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一看这个 固定的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你看到这种结构 就不用再去看了 就以下哪一项 主要看后面 is 什么呢 shouldened 短的 缩短了 when 当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缩短呢 the knee 你这个膝盖是伸展的时候缩短的 膝盖是伸展的时候缩短的肌肉 换成我们 专业的说法 就是让你找一个什么肌肉 深吸的肌肉 它的功能 它的action 是extension knee 这么样的一个肌肉 所以只要符合这样的动作的肌肉 都是正确的 这道题问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考试的时候也要有觉悟 一看到这么问 马上想到 只要是深吸这个动作的 能够做这个动作的 都可能成为正确答案 那么谁能够做深吸这个动作呀 除了股中间基之外 还有谁 对我们讲过的有股质基 对吧 我们今天又说的股中间基 那 然后我们还会说股内侧和股外侧啊 我们股四头 整个的这个股四头肌组 他都做这个深吸这个动作 深吸主要就是股四头肌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几乎没有其他的这个肌肉来射击 全是股四头肌的事 所以答案当中 只要有股四头肌当中的任何其中一个 都是对的 那这道题给你的是我们的股中间基 那么下一道题可能给你换层股内侧 换层股外侧 换层股直肌 换层股四头 都是可以的 我们学知识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去学 那千万不能说我记了一道题 是短的深吸答案就一定是股中间基 这可不一定 千万要活学活用 其他的呢 A是我们的什么呀 进股前基 B是什么呀 半膜基 C是我们的肥肠基 肥肠基 以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立体关于股中间基的立体很少啊 就这么几个